张华县小太阳艺术成长 及社会福利发展协会 及华阳舞蹈团 17日在张华县圆明馆举办 新手一起走街舞逍遥游夏令营成果展 透过活泼动感的街舞活动 让更多小朋友一起动起来 激发小朋友的舞蹈细胞 并借由这次街舞逍遥游活动 让小朋友度过一个有趣的假期 我们结合了各个学校 来参加这一次的街舞成果展 每一年我们都会在原住民生活馆 来举办这样的活动 那相信我们只要看到 孩子的成长过程 是欢笑汗水的努力所换来的成果 就会让我们小太阳 这一个暑假的辛苦都忘记了 我们期待每一年 都有更多的小朋友来参与这样活动 也感谢各位学校的校长跟主任 还有我们小太阳艺术成长 及社会福利发展协会的 理监士们 理事们 长期的支持我们来办这项活动 相信有各位各界的支持 我们小太阳一定会越做越好 也期待明年这个时间 大家能够一起来为我们为这群小朋友掌声 谢谢你们 希望您能够利用艺术 这次是利用街舞 让小朋友能够从街舞当中找到自己的自信 所以我们连续四年 特别有小朋友在暑假期间举办了热舞夏令营的活动 身旁呢就是我们优秀的学生 他们目前都是国中以及毕业学生 他们这次也特别回来当志工 他们这次呢表示说非常高兴 能够用他们所学 让小朋友对于艺术有更多的认识 撒下每一颗艺术的种子 我这次负责的是华南跟乔爱两间国小 然后我觉得这两间小朋友让我都很开心 因为他们其实都很善良 然后对见到我都很活泼 然后都很期待上到这个舞蹈课 所以我觉得有这机会 他们其实都很珍惜 那他们这次表演我觉得 就让我非常开心 因为其实他们都 有把我所有要注意的地方都有听进去 那我觉得他们就是真心想学习舞蹈 那我觉得这机会很难得 然后也谢谢舞团 有这机会让他们这样子学习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回忆 活动中由张华县小太阳艺术成长 继社会福利发展协会理事长 也是张华县议员黄千燕 及与会贵宾颁发各级学校彩虹志工 103年参与各项活动人员 暑期青春专案反烟读 反飙车活动感谢状 及各级学校颁发证书 会中学童们也展现街舞舞蹈学习成果 获得现场热烈掌声 也让小小舞者用艺术开发他们的心灵 增加自信心 公益频道林俊明张华采访报道 到北 往本 bueno anci内存在 公益比封 透期理量 我们发现了 我们刚刚开始解讯了